第四季 肃国公可想除掉太普令 是因为江家除碎的事情 是的 太普令管辖公平魔器 事关皇家 如今令头他主 肃国公 你岂能坐视不管 聪明 天门开 地门开 失落争魂 现身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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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弟弟 我的头上都是血 我的头好痛啊 我的头好痛啊 我再也不敢欺负若瑶妹妹了 母亲不要催我 都说当年江离弑母杀帝 是的说 杀的那个孩子 是你的 香儿娘自以为薛芳妃夺魂 必须立马去除 肃国公 肃国公 你说人 是不是在失去之后 才懂得真心 对于人来说 不必是时分明 这个倒挺厉害 好丑 你这辈子没有见到过人命 太重 无论你有多少遗憾 你都无愧过去将来 今日真是 趟快淋漓 所以你敢大胆回复问英国 你真好看 你若真是孤魂野鬼 早就回飞颜念了 我会好好活着 此人 绝非江离 你说我不是江离 那真正的江离去了哪儿 是被你 给害死了 苏国公 我想求你帮个忙 青城山上有一个坟 你这边的是谁啊 你这是在什么 出了这么大摊子事 处理完回来便是 到时候我们也该好好谈谈 去把她给我叫过来 不好啊 人家江二娘子 现在怕已经是开启了 叫不过来 你自己去领三十区 有人要坐不住了 看来这京城要变天了 开始行动吧 前有狼 后有虎 多谢苏国公的相助 送客 江离 是不是被邪碎附铁了 谢长公主赐教 天道 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不过是在装神弄鬼罢了 接下来 才是正习 鬼火是人为的 仔细调查所有死者 生前所有行踪 找出共通之处 是 你不要成我的院 滚了 怎么让她出来了 来人 把她带回去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狐狸娘有些奇怪 难道姐姐是怀疑她病无异症 是你辜负了我 是你 害我沦落到今日这步 你逃不了她 能开始吗 放手 楚君 姜二娘子出事了 你怎么跟长公主扯到一起了 她凭什么找你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比我更希望将你死 给我 给我 你给我 要这有什么用啊 不要动这些藏的东西 这是惠子 我只来这么一次 你确定还要装下去吗 三娘子 等你醒来以后 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 出大事了 姜若瑶撞邪了 而且醒了太不令 准备来驱邪呢 我这一次 一定斩草出根 来 长安门 登高台 近日 城门祭古 为薛槐远深渊 难道楚君之前给家二娘子讲过此计划 不能 没有 但是他们 心照不宣吧 怀向爱一旦翻款 殿下跟陈王多年的进银口 一遭暴霸 都这个时候 殿下不思大举 还与我纠缠一个死人 请清风 骚骨声 请苍天 见仲间 灯纹骨一敲 雨前轻省 你这是在逼他们对你下杀招啊 又不是第一次了 看起来 姜儿娘子是成竹在胸啊 难道真的笃定 今日仪式必然前把楚 所以才这般有恃无恐 李仲南是有备而来的 圣上驾到 今日雨前会审之后 万事不发转换 只怕到时候江元柏 也不得不弃命 沈夫人的样貌独特 确实世间少有 说来也巧 因为她和薛芳妃 长得一名仪 不愧是江家的女儿啊 既然连赖镖的嘴都能撬开 那就让他们高兴而去 他就是想让叶家倾家荡产 不能让他就这样得逞 玉树长飘云外取 霓裳弦舞月中歌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我根本不是江梨 我知道 你是一只 小梨猫 新鲜蕾 没有死 我能从他们嘴里倒的 只有这些了 薛芳妃和薛昭的死 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婉宁 看来我有必要去怀乡一趟呢 明明是那罪臣之女 竟敢冒充朝廷命官之女 来人 将其抓相 我就是你捏在手上的一颗棋子 我就是你捏在手上的一颗棋子 你不想活了吗 你不入我的局 我根本活不久 我根本活不久 对不起你该如何应对啊 早有后生 他背后毕竟是有人成人 万会不可打草惊蛇 我一定会让那帮人 何以为我 冯玉堂把我们的人都盯死了 那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是一步杀着 你太放肆了 我把我的命给你 薛显令排在冯玉堂的手上 你信我吗 金矿 你干嘛呢 快点 薛家散口 长公主 这一切都有关联 薛雅 你和她 说了什么 劲死我吧 你这狗狂 我让你们又来无悔 你 小航 江里 劫走刑部死囚薛怀元 这个约 我一定要伸 把人 是 放开 别动 放开 这淮山的金矿罗了 相国 你让我怎么办呀 有些人 是不会让她这么轻松的 将相亲们带回京城的 这已经不是 当客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这江二娘死的马车 兄弟我上吧 你们有事啊 干嘛 小航子 小航子 你再自己打 我们要干什么 此次 若我亲自出手 我一定让江家 再可大跟道